第九百八十一章 玄成子分明看到鹿州施展道门九字真言手印 朝着刚从山下爬上天伦山脉的凝石镜弟子轰了过去 绝对没有看错 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凝石镜修行者 这个境界还无法做到玉空而行 但是爬山涉水不成问题 对于石叶而言 羞如蝼蚁一样弱小 同为石叶的玄成子 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双手在颤动抽筋式的颤动 我 我 我是不是假的石叶呀 玄成子第一次产生这种错觉 仿佛人家才是真正的石叶 自己就是个赝品 墨行路茫然道 我也有这种感觉 或许 这位前辈一直在保留石里 要不 逃 逃不了 身后一鸣酒夜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满脸煞白道 必须得尽快打造调养了 夜火已经侵入内府 再不及时救治 只怕会彻底废掉 离开必死 原地条西还有机会生存 他们都清除夜火的威力 即便是司空北辰这样的石叶强者 中了石叶夜火 也很难将其驱逐 又何况他们这群酒夜呢 下去 就地疗伤 血 两大宗门放弃参与斗争 朝着天伦山脉之中落去 至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修行者们 则陷入了无尽的恐惧当中 你可以想象 一个不断到处闪烁 无限制出掌 清一色绝招的画面 是何种模样 就像是漫天乱飞的苍蝇 总能准确无误地撞上金光闪闪 带夜火的巴掌 整座天伦山脉的天空 都被肆虐的元气席卷覆盖 方圆数十里地 都能听到这震荡的动静 云水怒风雷击 于晨书坚定的自信 也在亲眼目睹着夸张的出招方式时 瞬间崩塌 他言以为傲的魁奴 修为武器 以及刀枪不入的躯体 都在路舟面前变得幼稚可笑 于晨书再次撞断一座山体 崩塌的石块像是他的心脏一样 不断往下沉去 为什么 难道他一直在保留实力 砰地一下 于晨书的躯体卡在了峡谷入口处的石缝里 他的武器繁龙印落在了面前 门横一声 一连串的掌印 终究让于晨书承受不住 再涂一口鲜血 身上的黑灰色图案 竟在这时暗淡了几分 于晨书抬头 不可置信地看着天空中不断施展绝招洗礼众生的路舟 他意识到了 自己错了 大错特错 他双臂一盏 从石缝中弹出 落在了繁龙印上 拼命地喘了几口气 思绪麻痹 脑袋晕眩 耳朵嗡鸣 完全失去了思考 天空中 又是三名元神修行者坠落 一具尸体朝着于晨书砸了过来 于晨书吓得双臂推掌 红掌将那尸体推开 接着 一道光柱落在了他身上 呼吸之间 露出闪烁来到了上方 手持太虚金剑 照耀于晨书 将仅存的非凡之力逼到了金剑上 在紫琉璃的帮助下 哪怕是能恢复一滴非凡之力 此刻也能发挥应有的价值 于晨书的魁奴也受伤了 能看得出来 躯体缩小了一大半 露出收起太虚金剑 默然道 于晨书 现在作何感想 此言一出 于晨书又是闷哼一声 吐出一口鲜血 我不信 我不信有人可以这样 于晨书怒瞪着双眼 浑身冒出血雾 朝着露周进攻而去 他将生命红锡图腾 收拢而来的所有元气 集中爆发 一时间 漫天都是于晨书的影子 露周默然地看了他一眼 摇摇头 他有充足的时间 将于晨书所有底牌耗尽 有了数次的巅峰卡使用经验 露周很清楚如何利用这张卡 你见过这样的防守方式吗 明心见性 节定印 六合道印 道门八卦盾 佛祖金身 浩然护体天罡 极致的防守姿态呼吸间使了出来 嗡嗡的供阵声都像是拉长了音儿 像是直线似的 于晨书的身影布满四周 疯狂围绕露周进攻 然而露周稳如泰山似的 悬浮于中 时不时补上一招佛祖金身 攻破哪道防御 便补上什么防御 风轻云淡 轻松无比 同时也在思考 如何能杀死魁奴 如果巅峰卡的时间结束了 还不能将其杀死 那就真的玩拖了 不 不 我不信 狂风暴雨般的进攻 砸在陆周这固若金汤 通枪铁壁的防御上 就像是雨水落在湖面上 仅仅只是造成一个个 可以忽略的涟漪 这样高频率的进攻 对元气的消耗不言而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于晨书的速度越来越慢 直至掌印变得极其弱小 他绝望了 他看着那依旧金碧辉煌 元气能量丝毫不减的佛祖金身 以及叠加在一堆的极致防御 彻底绝望了 呼的一下 于晨书打出最后一掌 落了下去 扑通 落在了地面上 单膝跪地 鲜血 汗水 滴落在地 打扣喘气 累了 陆周摇了摇头 默然道 一卵击石 自不量力 他看了一下时间 到现在也才过了一半 他发现 于晨书身上的图案 又变大了一些 难道是说 魁奴的生命 其实就是足够的生机 生机彻底消失 便会死亡 回想起 魏明剑洞穿他胸膛时 魁奴也遭到了重创 生命红析 又将魁奴恢复 没有生命和元气的补充 他便无法恢复 陆周心中有了树 他跟着落了下去 落在了于晨书面前 您 您 来自何处 于晨书抑制着 内心的恐惧和绝望 开始用起了敬语 明知故问 真的不知道啊 一会儿黑 一会儿蓝 一会儿金 于晨书平复了下心绪 抬起眼眸 咬着牙爽 或许吧 最后一招 飞升即死 第九百八十二章 他突然向前 魁奴的图案 突然冒起黑色的符文 那些黑色符文 在他身前凝聚出一把 利刃 朝着陆周刺了过来 黑色符文 陆周 猪眉 呼的一下 陆周摇了摇头 无限指向后闪烁 几个呼吸间返回到峡谷深处 满地的尸体 鲜血 残肢断壁 于晨书一路狂奔 表情上充满了不甘和不服 为什么要躲 他的心情再次沉入谷底 他终于明白了 陆周此前说的那句话 他一直都不知道 自己在面对什么样的人物 终于 于晨书看到了 陆周立于峡谷深处 愤恨刺了过去 飞升即死 也就是这时候 陆周向前闪烁 一口气三连闪 闪到了于晨书背后 在无限制的元气之下 于晨书根本碰不到陆周的身体 甚至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 就在于晨书想要转身的时候 晚了 陆周不再闪烁 绝胜气质十连掌 金色的掌印叠加在一起 就像是刺眼的太阳 已经看不清楚掌印的轮廓 和绝胜气质四个转书金字 和金光彻底融合在了一气 更像是一道金色的流星 就在这时 砰的一声 撞在了于晨书后背上 于晨书向前扑了过去 陆周看了看峡谷深处 闪身补涨 知道老夫为何选在这里吗 于晨书狂喷鲜血 恐惧和绝望占据了全部 哪有功夫去想为什么呀 陆周再捕数掌 于晨书身前的黑色利刃 朝着峡谷深处扑去 接着 那黑色利刃呈百倍千倍万倍增幅 宣泄力量 这蕴含了于晨书所有力量的一招 撞击在了深处的裂缝峭壁上 地动山摇 诚如陆周所言 待明白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存活的修行者都被这剧烈的响声吸引了过去 峡谷深处 地动山摇的同时 天伦山脉也跟着摇晃不已 石块纷纷落下 山体摇摇欲坠 原本就满目疮痍的天伦山脉开始崩塌 大唐修行者们所敬畏着的天伦山脉大峡谷 在这一刻崩塌了 修行者们不得不在上方来回跳动 以躲开巨石 他们面色惊骇地看着峡谷深处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没人目睹这一刻 但是峡谷四周的山体的的确确确塌了 陆周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 当他听到峡谷深处不断传来撞击声的时候 便知道那里可能躲着命格兽 命格兽应该是被山体挡在了里面 直觉告诉他 天伦峡谷裂缝之中 极有可能像金莲世界中的黑暗深渊一样 有更强大的凶兽出现 他看到于晨书使用微弱的掌印 又能在呼吸间爆发出极致的力量 便知道于晨书掌握了某种秘法 看似弱小的黑色利刃 又怎么可能就那么一丁点符文呢 果不其然 这非生即死的一招超出了他的想象 山体崩塌的碎石全部往缝隙中坠落 路舟叠加一堆防御 闪烁进入峡谷之中 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山洞里似的 上方的崩塌似乎不影响山洞里的一切 他看了一眼时间 还有十多分钟 二话不说 爆发出钢气 将所有的石块击飞 路舟穿越落石区域 来到了峡谷裂缝旁 他看到了令人惊叹的一幕 这分明不是裂缝 更像是火山下的熔岩形成的巨大沟壑 下方火红色的熔岩不知往何处流淌 在沟壑对面山壁上 于晨书嵌入其中动弹不得 他的鲜血从山壁上流淌而下 将那一整面的山壁染红 少数的鲜血滴落在下方的熔岩之中 滋滋作响 很快便被熔岩蒸发 山壁上的鲜血眨眼间凝结成家 救 救我 于晨书竟在这时发出了呼救声 路舟再次掏出太虚金箭 太虚金箭发出嗡鸣声 射出一道金光 金箭之下 于晨书的溃奴 猙獰可步 身躯极距缩小 弱小的溃奴已经挡不住 荒急金箭的照耀 陆周看了一眼下方 奇怪啊 那头巨兽跑哪儿去了 老夫且问你 洛轩何在 救 救我 救 于晨书的气息越来越颤弱 陆周眉头微皱 下手有点狠了 这要是问不出洛轩的下落 岂不是亏了 天母院的人很多呀 这个问不出来就问别人 闻拖起见 得留一点巅峰时间 震慑活着的修行者 嗯 陆周抬手 魏鸣剑出现在掌心里 是该送于晨书去见阎王了 就在这时 一道庞大的身躯 从下方扑了上来 刺耳的叫声震慑四周 陆周定睛一瞧 一头浑身赤豹 五条尾巴的巨兽扑了过来 声音像是鸡石一样 命格兽 陆周心中一动 闪烁躲开 诚 于晨书虚弱地看了一眼那猛兽 即便它很孱弱 但在看到这命格兽的时候 意识充满了惊讶 征兽 那征兽跳跃而起 扑向陆周 陆周再次闪烁 佛祖金身 极定印 将温度熔岩挡在了外面 同时大喝一声 畜生 找死 剑意无痕 血满天山 万物归原 以魏鸣剑为中心 整个峡谷沟壳上方 布满了剑纲 全部朝着那征兽洗礼而去 征兽张开大嘴 獠牙乍现 双爪猛拍 浑身毛发直立 如含铁一样 奋力抵抗健康 陆周再次闪烁而上 五指下压 绝胜气质 轰在了征兽上 呼吸间便是十连掌 那征兽眼中充满了杀气 但见这超出人类极限的进攻 令征兽的杀气锐减了一半 掌印将他击落 下压 扑通一声 坠落在熔岩之中 熔岩的高温 灼烧着那征兽 虚弱无比的虞尘书 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陆周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耗掉陆周 可惜 到了此刻他发现 这位对手依然出手便是绝招 没有丝毫减弱手段的迹象 他抬起头 死死扣着山臂 虚弱地问道 你到底有多强 第983章 陆周没有理他 他现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头征兽上 没有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则意味着征兽还活着 征兽从熔岩中跳出 带起火红的液体 喷洒空中 宛若烟花绽放 不 救我 陆周看了一眼 那洒向虞尘书的熔岩 这足以将人吞噬的高温熔岩 定能要了虞尘书的命 千军一发之际 陆周闪烁来到了虞尘书身旁 六合道印 佛祖今身 将熔岩挡在外面 在台长 石连掌 道门九字 针眼手印 如金色流星 撞向那征兽 陆周回头看了一眼虞尘书 虞尘书得救 眼中却充满不甘 陆周默然道 你只能死在老夫手里 一掌落在了虞尘书胸膛上 砰地下 一个五指血洞出现 你 虞尘书 双眼瞪大 击杀魁奴 获得六千点功德 陆周无限制闪烁 带着虞尘书的躯体 朝着上方而起 征兽很疯狂 陆周更加疯狂 陆周看到了虞尘书胸口 出现了魁奴 魁奴渐渐消散 所有的元气和生机 都随着陆周这一掌消失 魁奴消散时 榨干最后的力量 将虞尘书的胸膛修复 若非亲眼所见 谁能想到 魁奴的功效如此强大 刚起环绕虞尘书 掏出太虚金剑照了过去 魁奴已经消失不见 魁奴书身上的魁奴图案 也已经消失了 这意味着 魁奴书有两条命 不同的是 魁奴的命如同很长的血条 还能通过生命红析补充 他本以为 叶真的九英法身 已经很变态逆天了 如今在看着魁奴 简直更变态 更不可思议 提示声的出现 令陆周心中大定 还剩下虞尘书的命 他随时可以一掌带走 虞尘书失去了魁奴 整个人濒临死亡 二命容在一身 也终究挡不住 陆周这样 无限制元气的修行者 那征兽再次跃起 深如闪电 陆周元气足够 一边抓着虞尘书 一边闪烁落掌 沟壳的上空 再次重现漫天闪烁的场景 虞尘书跟着一同闪烁 高频率的颤动 高频率的进攻 绝招 肆无忌惮的剑刚 掌印 也令虞尘书彻底麻木 头脑懵逼 虞尘书浑身散了架 这比砧板上的鱼肉 还要难受啊 杀 杀了我 虞尘书实在受不了了 他认了 没有人能在这样的折磨下 还有求生的欲望 这样下去 不如求死 一死了之 以求解脱 求求你 杀 杀了我 谁能想到 这叱咤大堂的天舞院院长 无数人仰视的修行天才 却在这一刻有了求死之心 这也怨不得虞尘书 这种情况放在谁身上 谁都难以接受 他实在坚持不住了 魁奴的死 将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彻底击溃 在过去的很多年时间里 魁奴使他立于巅峰的底牌 哪怕是叶真这样的传奇人物 也得让他三分 没了魁奴 比要了他的命还要难受 与其这样毫无意义地挣扎下去 倒不如求死来得痛快 求求你 杀了我 回光反照式的俞尘书猛地抬头 艰难地睁开眼睛 看向路周 再次充满恳求的道 他的身体卡在手印之中 动弹不得 他很想挣脱出去 钻入熔岩中 就此死掉 可惜的是 现在的俞尘书实在太弱了 弱得连喘息都困难 路周压根没有关注和理会 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头征兽身上 征兽从熔岩中跃出后 浑身沐浴火焰 令人惊叹 路周来回闪烁 时不时丢出树道掌印 将他击退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虞尘书再次意识到了 自己的无知和弱小 无敌 不过是 自欺欺人的笑话罢了 哪怕是魁奴还在 他也没把握击杀这头巨手 路周眉头皱着 他在试图找到征兽的弱点 虽说利用了虞尘书的全部黑色符文的力量 将峡谷裂缝打开 可终究是没想到峡谷的深处竟是熔岩裂骨 若不是无限制的元气支撑 但这炙热的温度就足以让人难以持续下去 征兽的进攻频率比之前更快了 路周的身躯和他相比还是小得多 好在疯狂地闪烁总能避开征兽 这畜生的力气挺足啊 耗了这么久 怎么说也该累了才对 路周看了看魏明剑 眨眼间向后飞了数百米之远 与征兽拉开距离 剑刚顿升 在路周的身前方 数十道剑刚汇聚如一 征兽也在这时跃上高空 在容颜的暗淡光芒照耀下 路周操控剑刚刺向他的胸膛 如同沙尘暴式的剑刚 疯狂朝着征兽而去 征兽前扑的动作 硬生生被剑刚击退 魏明剑在最后数万道剑刚的包裹下 黑色符文环绕 同样刺向他的腹部 其他的剑刚可以忽略 魏明剑刺向他的时候 特殊的清脆声响起 那征兽嘶吼一声 漫天狂舞 胸膛处终于破开了一道口子 你比于尘书结实的多啊 竟能挡住老夫的魏明 路周再次闪烁来到上空 俯瞰那巨大的征兽 于尘书一阵无语 征兽的鲜血一滴滴滑落 如同拳头一样的血液还没落下去 便在空中被高温蒸发 路周看了一眼时间 不足八分钟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要么选择离开 要么继续耗下去 找到弱点 要么动用致命一击 可是巅峰卡已经开了 再用致命一击似乎不太划算 征兽再次冲了过来 比之前疯狂了数倍 他的眼睛冒着火焰 嘶吼声响彻整个熔岩裂骨 路周毫不犹豫 推掌而出 数十道大金刚轮手印 在夜火的环绕下 命中征兽 法身 二十丈的金脸法身 傲立于容颜之上 佛祖金身 路周发现法身太大了 以至于温度能够对法身产生影响 便再施展了佛祖金身挡在外面 第九百八十四章 余晨书笑了 笑得很凄然 还能这么用 接下来的一幕 绝对是余晨书有生之年所见到的 最疯狂 最不能理解的战斗 铺天盖地的绝招 剑钢 掌印 刀钢 拳钢 如同大海一样 波涛汹涌 时间就是金钱呢 既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弱点 那就试试看乱拳打死老师傅 余晨书已经看不清楚前方 听不到声音 那征兽意识没想到 这小小的人类的 这小小的人类竟然能爆发出这么澎湃的力量 终于 在这排山倒海 肆无忌惮的绝招洗礼之下 征兽被狠狠地摁在了熔岩之中 随着最后一道掌印钻入熔岩中 空中的钢印消失了 一气安静了下来 熔岩的河面缓缓流动 赤红色的岩浆咕咚咕咚冒着气泡 气泡 这往往意味着岩浆下面有空气 这都没死啊 陆珠感觉到时间差不多了 若是这样都没死的话 那就只能动用致命一击了 亏也得亏着 没办法 整个岩浆的表面竟都向上上升了起来 糟糕 陆珠迅速闪烁 空着手印 抓紧于尘书 朝着熔岩裂谷的入口闪烁而去 气泡越冒越剧烈 陆珠回头看了一眼 越发地感觉到不对劲了 整个岩浆都在上升 如同涨潮一样 这是征兽的能力 还是说征兽变大了 怎么会这样 陆珠看了一眼巅峰卡剩下的时间 五分钟 逃离此处不成问题 但这意味着 他要放弃这头命格手 他有点后悔了 早知如此 直接一巴掌拍死 拿走生命之心得了 陆珠向上悬浮 就在这时 熔岩暴涨 铺天盖地 大地颤动 山轮彻底崩塌 陆珠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拔地而起 第一时间意识到了 这并非征兽 而是更强大的某种力量 自然 火山爆发 地震 都不是 强烈的吸引力将陆珠和虞尘书吸了过去 熔岩烈谷 顶刻间成为岩浆的海洋 玩过头了 陆珠祭出所有能护身的招数 形成了倒倒阻隔岩浆的钢瘾 避雷将潮水式的岩浆挡了出去 岩浆上涌 冲出裂谷 陆珠感觉到了失重 下方传来诡异的危险之感 远远超出岩浆 远远超过已知的力量 渗透袭来 陆珠惊疑地看了一下面板 致命格挡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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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和杰定叶无用 渗透力量 冲出去 陆珠不再想着那头巨兽了 这样下去必死无疑 他甚至连看虞尘书一眼的时间都没有 便疯狂闪烁 就在他即将离开岩浆时 又是一声海浪迭起的声音响起 就在陆珠心中一沉的时候 一道黑色的巴掌破开了岩浆 将陆珠和他的一堆防御金身 收拢在掌心里 挡住了那股可怕的渗透力量 黑掌中冒出一道幽光 进入了虞尘书的身躯之中 同样帮助虞尘书挡住了那渗透力量 黑莲 有黑莲出手相救 轰的一声 陆珠和虞尘书承载着那道黑色的巴掌 破开了岩浆飞了出去 他本能抬头张网 那是一座无法描述高度的法身 浑身黑的发光 巨大的黑莲连坐 十片黑莲叶围绕旋转 连坐中间 树道光斑闪闪发光 黑色 也有光 发身脚踩连坐 黑色雾气升腾而起 身上像是被镀了一层幽蓝色的光芒 发身的头部带着墨色的皇冠 那光环由十片微型连叶组成一圈 发身的额头 则是一朵闪闪发光的莲花 发身的后背 则是悬浮着的圆形墨色星盘 这是 千戒婆娑 目光尚移 陆珠看到发身的额头处 盘坐着一位一身如袍 眉宇间英姿勃发的男子 他没有回头 而是坚定地看着上方淡淡吐出两个字 坐好 轰的一声 千戒婆娑顶开了山脉 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天伦山脉彻底崩开 开天 光明重现 附近疗伤的修行者们 纷纷瞪大眼睛 看着那冲出大峡谷的黑色发身 夕阳下 黑光却刺眼夺目 掩盖了太阳的光芒 如乌云盖领 千戒婆娑 是千戒婆娑 快退 快退 修行者们来不及震惊 也无暇继续疗伤 纷纷飞起 向后退 与那千戒婆娑相比 他们就像是苍蝇一样 千戒婆娑带出的熔岩 将方圆数十里的树木摧毁 原本的峡谷 顷刻间成为一片火海 黑莲千戒婆娑 完了 红莲 完了 但凡看到这一幕的修行者 无不心生绝望 这时 眼尖的修行者看到了那千戒婆娑的法身 掌心上屹立不倒的佛祖金身 就像是菩萨手中的金色玉镜瓶 迎风而立 是击败于尘书的那位强者 没想到他竟然能在千戒婆娑的手中而不死 没用了 黑莲献叙 灾难降临 所有修行者在这一刻 都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奈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千戒婆娑并未理会那帮弱小的修行者 而是继续朝着天空飞行 调转方向 朝着东方飞去 眨眼间消失在天际 陆周抑制内心的惊讶 看向黑莲发身额头中间的儒雅男子 儒雅男子回头瞥了一眼陆周 同时扫了一眼那叠加成一堆的防御 目光从虞尘书的身上收回 还没等陆周开口问 那儒雅男子看着前方率先淡然叹息 人类呀人类 终究是喜欢内斗的动物 唉 何时能停止这些无聊的斗争 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陆周眉头微皱 看了一眼时间 只有三分钟了 看着千介婆娑在天际穿梭 他有些无法理解地问道 你去哪儿 无尽之海 去那里作甚 儒雅男子又看了陆周一眼 你是如此和救命恩人说话的 陆周看了下自己的态度 可能是长期端着的缘故 这架子还真就改不了 不管面对何人 第九百八十五章 救命 罢了 也许你有足够的能力逃离熔岩 儒雅男子手臂一挥 法身消失 陆周从黑色的掌心中离开 悬浮 还有昏迷着的余尘书 儒雅男子说 你若是能追上我 我便回答你心中疑惑 好 儒雅男子摇摇头又叹息了一声 越是弱小 越是自负 消失了 这么快的吗 陆周管不了那么多了 最后三分钟巅峰卡 无限制闪烁了起来 他能感受出这位千界婆娑的大能没有杀心 否则也不会出手救他 当然他本来就能破开荣江离开 这验证了之前的猜想 天伦列谷深处 的确是像金连界的天欠深渊一样 是通往他处的通道 若这位千界婆娑动了杀心 或许陆周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便是将所有积累的功德 全部兑换成致命一击 将其带走 还好 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时间飞快流逝 海边 平静的海面上 倒映着夕阳的光滑 波光淋淋 这时天际出现一座黑色的法身 又突然消失 儒雅的男子就像是破开了空间似的 从法身出现的地方缓缓而落 微风拂面 他没有继续飞行 而是以普通人的脚步 朝着海边走去 走到了海边 他被无边无际的海平面 以及极致的黄昏美景所吸引 唉 他却悠悠地叹息了一声 脸上浮现惆怅之色 似乎是对着美景恋恋不舍 他就这么看着西沉的太阳 耳边传来能量的共振声 他微微侧目 看了一眼后方的天际 那一路闪烁的金色法身 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紧接着 法身消失了 路周的元气突然枯竭 从天空中落下 儒雅男子眼中的惊讶之色 一闪即逝 路周成功追上了他 儒雅男子背负双手 看着无尽的海面说 你竟能追上我 路周的巅峰状态已然消失 最后的两次闪烁 也是他自身的修为 只是没想到千界婆娑竟如此之强 不止一提 路周理清思绪 来到了海边 与其并肩而立 我叫陆离 他主动报上了名字 路周愣了一下 他很想说他叫积天道 但一听到陆离二字时 的的确确正主了神 人是很奇妙的动物 熟识往往只需要一两句话 甚至一个姓氏 同为姓陆 无形拉近了距离 路周 路周报上名字 哦 路离惊愕地看了他一眼 又恢复了平静 你是我见过千界婆娑以下 最强之人 唉 最强又如何 连那小小命格兽都拿不下 这时 路离从袖中取出一颗 火红色的生命之心 抛了过去 整兽而已 给你了 路周接过那颗生命之心 心生惊讶 路离露出淡淡的笑容 看着夕阳 我的命格已够 他对我已经无用了 命格 开启第一个命格以后 便可以凝聚千界婆娑 踏入玄天 每个人拥有的命格数不同 而我 这一生只能开启五个命格 路离呼出了一口浊气 补充道 命格的修行 无需问我 红莲世界应该有 你还是问一些其他的吧 太阳落下之后 我便不再回答你了 太阳已经快落下海平面 所能回答的问题并不多 真有黑连接 嗯 弱肉强势 你不仅不开杀戒 还要出手相救 有何目的 因为以前开过杀戒 后来发现并不怎么管用 人类不应该在内斗了 或许相互扶持 才能战胜一切 掌控命运 战胜一切 譬如天地质孤 凶兽 还有未知 你来红莲做神 执行一件任务 什么任务 杀一头海兽 当然 被杀的也可能是我 所以 这可能是你我最后一次见面 太阳的光芒渐渐落下 陆珠想到了 无尽之海里的庞然大雾 连忙问道 什么海兽 一头远远超出你想象的巨兽 这些离你还很遥远 天边只有余晖 太阳已然消失 陆离再次长叹一声 时间到了 太阳虽然沉下 但陆珠还是坚持问道 何不留下 或许老夫能帮你 陆离摇了一下头 意气无奈道 你的修为太弱 帮不了什么 幸亏是我 若是换个人 或许会一招了结了你 幸亏你没有杀谢 若是那样 老夫或许一招了结了你 微风袭蕾 拂过二人的长袍 陆离缓缓转身 面朝着同为姓陆的中年男子 陆珠也在这时取消了 奕容卡的效果 容颜易变 气势不改 韶华一世 弹指蹉跎 陆离的眼中再次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 陆离的确有些惊讶 惊讶于眼前这位老人的易容之术 一个没有开命格 没有凝聚千戒婆娑的修行者 竟能欺骗自己的眼睛 而在他恢复老年人形象时 陆离甚至从他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抹危险的气息 纯粹出于一名优秀修行者的直觉 你好像有些惊讶 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陆珠掌心里的致命易击卡消失了 在取消易容卡效果的时候 他便将致命易击取出 大佬的脾气难测 说不定会因为容貌上的欺骗而动怒呢 那人心更难测了 有的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陆离已经恢复平静 重新面朝大海 想起了一位故人 故人 陆珠心中起疑 正要发问 陆离摇摇摇头叹息道 不提也罢 只怕你听着腻烦哪 你倒是使劲提呀 老夫不嫌烦哪 老夫时间充裕 你大可畅所欲言 陆离摇摇头露出惆怅的表情 我的时间有限 相见及时有缘 告辞 等等 看在你救过老夫的份上 老夫提醒你一句 你若真是去无尽之海 击杀那数千丈之长的海兽 老夫劝你放弃为妙 你不是他的对手 你见过那海兽 横跨无尽之海的时候见过 老夫自问 拿不下他 第九百八十六章 陆离正正地看着陆舟 他不明白 在这样的一位老人身上 分明没有牵戒婆娑和命格的气息 却为何让人感觉出一股莫名的压力呢 我不是对付那头海兽 而是另外的一头海兽 哦 不过 还是很感谢你的提醒 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无尽的潜能 或许有一天你能明白这一切的 告辞了 陆离踏步 走向海平面 滴水不沾身 等等 陆舟再次叫住了他 于晨书乃是天舞院院长 为人自私自利 为何要出手救他 我并不知道他是善是恶 你若觉得碍眼 杀了就是 你既希望人类相互扶持 为何你不出手帮助红莲 好歹是堂堂的千姐婆娑大佬 开了五个命格 怎么说也可以在红莲地界横着走 随便帮一帮 便可以让金莲或者红莲迅速提升啊 陆离眼神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霞光已退 天空暗淡了下来 也罢 他从袖中取出一样东西 朝着陆舟丢了过去 这是命盘和命宫的排序方位图 希望对你的千姐婆娑之路有所帮助 就在陆舟接住那样东西的时候 千姐婆娑的法身屹立面前 海底的鱼兽尽数掏窜 海岸线附近的飞禽走兽吓得落荒而逃 陆舟再次看到了那巨大的黑色帘座 在黑色的帘座中间 星盘式的图案若隐若现 五个光斑熠熠生辉 这星盘 抬头再看 法身头部的后方便是巨大的圆形 墨色星盘 比连座中间的纹路浑厚清晰 下一秒 千姐婆娑法身消失了 海平面上恢复如初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陆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着急走 但总不能强行留住他 或许陆里有什么不得已的限制 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只可惜时间太短 获取的信息十分有限 尽管如此 陆舟依然受到了不少的启发 至少他目睹了千姐婆娑的模样 环十四周 确定陆离真的离开了以后 陆舟打开了陆离送来的东西 这是一块特殊的布料 松软而厚重 他的目光落在了那块布料上 上面画着的是一幅由36个三角形组成的图案 所有三角中心部位重叠为一点 错落有致的顺时针排列 乍一看像是盛开的花朵 每个角上都标注名称 足足有36个名称 连针文物格 时钟隐喻格 月升沧海格 说实话 完全看不懂 比自己的天书还费劲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信息 图案简单又复杂 却让陆舟心生惊讶 这便是命格 还不如不看呢 一看更疑惑了 收起那块布料 陆舟看了一眼海面 一望无际 陆离早已消失不见 没有多坐停留 陆舟便纵身飞起 按照原路返回 飞到没多远的时候 便将昏死过去的虞尘书带上 消失在天际 不知过了多久 夜幕降临 田伦峡谷深处已是火海一片 昆仑正宗和冲虚观的修行者 好不容易恢复了一些元气 试图靠近深处 看看怎么回事 可惜 那剧烈的高温 将他们烤得异常难受 更是不敢深入进去 没人知道陆舟和虞尘书 进入裂谷中发生了什么事 也没人知道 那千戒婆娑的修行大能 为何会在裂谷中出现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何必当初啊 玄成子看着 峡谷身处满脸的后悔 后悔也没用 来都来了 默醒陆说 看着裂谷附近漫山遍野的尸体 更是无奈摇头 这 两大宗门心有余悸地离开了峡谷 夜火的侵蚀会不断提醒着他们 给予他们最深刻的教训 待两大宗门离开以后 又过了两个时辰 东方的天际 陆舟带着虞尘书 出现在天伦山脉的上方 迎着月光 悬浮在峡谷之上 陆舟摇了摇头 虞尘书竟在这时吸了一口气 睁大着眼睛 一脸茫然地看着四周 原本麻痹 甚至以为自己必死的虞尘书 满脸露出惊骇之色 你醒了 陆舟没有看他 继续俯瞰下方的尸体废墟 天伦峡谷的火海 虞尘书不敢相信 左右环顾 周遭的一切令他难以置信 过了好一阵子 才接受了眼前的事实 心绪也渐渐平复 为什么还要救我 陆舟始终没有看他 你以为老夫会救你 月光下 陆舟转过身来 虞尘书抬起头时 看到先锋盗骨 年迈模样的陆舟时 不由吃惊到 你是谁 陆舟像是看傻子似的 扫了他一眼 骆轩在哪儿 债问题一出 虞尘书便恍然明白了过来 由于受伤太重 导致他呼吸极其不顺畅 咳嗽的程度越来越重 甚至再次咳出鲜血来 他被冻穿过两次胸膛 还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 还能指望活梦乱跳 陈王白寇 要杀要光 息听尊便 虞尘书不再抵抗 你不是无敌吗 虞尘书低下了头 一切摆在事实面前 都显得苍白无礼 你已经看到了千姐婆娑 红莲在他们眼中 蝼蚁尚且不如 你以为你不说 老夫便找不到洛轩 陆周带他回来的时候 顺带感知了一下 于正海和于上荣的印记位置 二人并未消除印记 也确定了虞尘书不在天舞院 只不过他们还在 关内京都的方向没有返回 再次面对这个问题 虞尘书忽然觉得 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诚如陆周所言 即便他不说就找不到洛轩了吗 魁奴已死 我已顺无可恋 于尘书盘腿坐了起来 双掌叠放在丹田七海前 好不容易恢复的丁点元气 拖着他悬浮了起来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哼 自作多情 若不是看在千界的面子上 老夫早就一巴掌送你归西 岂容你继续吟吟狂吠 陆周将元气撤走以后 虞尘书摇晃了下 勉强悬浮在空中 迎着月光 看着下方峡谷的火海说道 我是天舞院的院长 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他开始徒手擦掉身上的灰尘 可惜那些血痕早已嵌入肌肤 难以洗掉 第987章 他用手当作梳子 把头发捋顺 然后又深深吸了一口气 也许是对他自己 现在的妆容不太满意 抬起头说 可否给我一件衣服 陆周没有理会他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能顾得上这些 虞尘书叹息一声 朝着山脉后方飞去 落在了废墟上 他从尸体上扒下一件 还算合身的长袍 还找到了水袋 他用水袋临湿身体 擦了个干净 穿上了长袍 陆周倒也不怕他逃跑 没了溃奴傍身 又身受重伤 在魏明宫下 几乎没有任何机会逃生 只是很奇怪 虞尘书到底在干啥 虞尘书做完这些以后 勉勉强强飞入空中 返回原来的地方 陆周看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 这很重要 比生死还重要 有句话说得很对 人类始终是最喜欢内斗的动物 人本就素不可耐 你以为老夫不敢杀你 我的确很想活着 这世上多数人都很想活着 可是 回去以后 会怎样 虞尘书无法接受失败 那寄托与他全部希望的溃奴 以及他实业业火的修为和地位 都无法容忍失败 陆周没有说话 虞尘书继续道 天舞院闻星门下面 囚禁着上百名修行者 他们都是旧天院的成员 天舞院能走到今天 他们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可是 他语气一顿 叹息摇头 这世上永远不可能出现两个相同的人 哪怕他们都酷爱真理 探索未知 兴趣相投 想要让他们从始至终 老老实实地听话 几乎不可能 人总是处于神与禽兽之间 视而倾向一类 视而倾向另一类 有些人日益神圣 有些人变成野兽 大部分人保持中庸 可他们注定不是平庸的那类人 所以 我宁可将他们囚禁 说完这些 虞尘书又咳嗽了起来 飞行斋 江文虚 曾在金连界停留三百余年 他做得比你极致 苛刻 终究没能挡住时代洪流 你觉得你做得对 他不配与我相提并论 我只是觉得 人应该要听话一些 我从不想阻止人类的进步 在老夫眼中 你二人没什么区别 虞尘书胸中起了一口郁杰之气 压得他异常难受 每个人都想变强 每个人都想站在最高的地方 我有这个能力 这没什么不对 好了 留着你的歪理 跟别人虚道 等等 虞尘书抬头 神情变得不自然 有些人 千万不能放出来 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虞尘书深吸了一口气 眼神变得难言复杂 你可以动手了 他闭上了眼睛 露珠神色从容 看都没看他 一边踏空行走一边倒 看到洛轩和司空北辰之后 老夫自会送你一程 可惜 这一切都回不去了 话音刚落 虞尘书突然转身 拼尽全身的元气 朝着露珠推掌 露珠眉头一皱 回身便是一掌 找死 金光闪闪的绝胜气质掌印 朝着虞尘书飘了过去 虞尘书却在这时收回了双掌 双臂一斩 任由那道掌印打在他胸膛上 虞尘书向下倒飞而去 闷哼一声吐出血溅 然而 他却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多谢 几乎没有悬念 那一掌决胜气质 将他推入了峡谷深处的火海之中 片刻过去 耳边传来了提示声 击杀一名目标 获得六千点功德 力气加成一千五百点 愚昧 在他看来 世人都说普罗大众很愚蠢 可这世界的规则和秩序 却因他们而建立 愚蠢的背后 隐藏大智慧 街头的乞丐可以不顾尊严和形象 讨得一口饭吃 以求生存 愚臣书却无法容忍一时的失败 而选择死亡 大抵 连乞丐都不如 陆珠转身离开 朝着峡谷的入口处飞去 飞到半途中 又听到了一声提示 发现红极武器 凡龙印 请问是否回收 回收 掌心一抬 下方的凡龙印 变成了秤驼的模样 飞了回来 乍一看和四方机有些类似 但他能明显感觉出 凡龙印比四方机强得多 功能也强得多 获得武器凡龙印 品尖 红极 主人 于尘书 训练化后方可重新认主 陆珠想起了那把生命红极图腾 飞到插旗的地方 却发现那图腾振旗 早已化为灰烬 他倒也不觉得可惜 反而觉得这东西甚是恶心 他朝着苍龙枪落下的地方掠去 发现武器 苍龙枪已破损 无法修复 请问是否回收 这就可惜了 不过 他还是将苍龙枪捡了起来 就算无法修复 或许能充当修复长生剑的材料 也未可知啊 检查了一下 枪身已经彻底损坏 不过在枪身上却发现了一颗火灵石 他将其取下 获得火灵石一颗 这还算可以啊 陆珠又从漫山遍野的尸体上掠过 试图搜罗一些更好的武器 可惜多数都是一些地阶以下 入不得发眼 没多久 陆珠便返回了云山 云山第三封的偏殿中 天还未亮 陆珠打开了系统 目光落在了功德 道具和武器三栏上 功德点 五十一万七千三百九十 道具 致命一击一张 无懈可击一张 致命格挡 一百五十八张 被动 伪装卡一张 太须金剑 易戎卡三张 闪耀之石一张 猎化符一张 密转卡五十七张 火灵石一颗 武器 未明不显示 玉浮尘 天阶 判官笔 超天阶 九贤秦 未知 四方鸡 荒吉出 紫琉璃 荒吉中 寒风三叉戟 荒吉出 樊龙印 荒吉中 龙音之怒 荒吉中 甩引钩 荒吉中 第九百八十八章 当他看到五十多万点功德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终于够钱买千戒婆娑的发生了 百杰洞明实在是用的腻味了 尤其是亲眼见到了那千戒婆娑背后的星盘 凭添了不可侵犯的神秘感 令人心驰神亡 他又怎么可能不向往千戒婆娑呢 嗯 墨色的千戒婆娑 已如此惊艳 那么金色的千戒婆娑会是什么样的呢 陆珠打开了道具栏 购买千戒婆娑 消耗五十万点功德 获得法身 千戒婆娑 千戒婆娑 需开启第一个命格 在这之前 所有的信息都说了 要先开启命格 才可以凝聚千戒婆娑 没想到这还真是这样 命功 陆珠将陆里给的那块布料放在了眼前 三十六个大三角形依次顺时针排序 形成圆形花瓣式的图案 中间标注着命功 图案呆着的地方则称之为命盘 三十六个命格便盘踞在命盘上 陆珠微微皱眉 他没有这块的修行经验 自己瞎摸索实在是太困难 没头苍蝇似的 陆珠心想 这事急不得 看着剩余的一万七千三百九十功德点 心情还算美丽 最起码千戒婆娑法身已经到手 不需要再像其他修行者那样 历经阻隔去修行了 收起分杂的思绪 再次看向武器 这次的收获很大呀 尤其是将于晨书的红级武器 樊龙印拿到手 他已经从和于晨书的交手中 感受到了这件红级武器的威力 若在自己身上 那将会发挥多大的威力 取出一张炼化符 火焰丛生 陆珠将樊龙印抛了出去 这是最后一张炼化符了 至于其他武器 以后看谁需要再说吧 实在不行 便请一位锻造师 将这些武器全部拆分为材料 送给徒弟们 陆珠看了一眼 他最为满意的武器 卫明 卫明能表现出超出红级 甚至超出红级的实力 让他很满意 卫明到底是什么等级啊 回想起最初之时 获取卫明的场景 好像所有的运气和好东西 都在一开始给了自己 现在系统真的是抠得要命啊 抽了半天 顶多抽一张逆转卡 理清楚收获 陆珠便不再关注面板 而是催动紫琉璃参悟天书去了 日出东方 关内到天舞院 丘长老 我忍不下去了 这两个小贼欺人太甚 一直在天舞院高鬼 我建议动用大阵 拿下他们 我赞成 我这是从哪里来的贼子 胆敢挑衅天舞院 若是不将其除掉 我天舞院的威严何在 就在众人激烈讨论着的时候 一核心弟子壮门扑了进来 一个猎切趴在地上 他脸上尽是虚汗 双眼睁得很大 双腿还在颤抖 浑身都在哆嗦 不 不好了 院长 莫张老 姐张老 你们是熄灭了 一时听众压抑而安静 所有人都像是被浇灌了 一盆冷水似的 浑身一个机灵 京都驿站 今天的驿站格外热闹 修行者们滔滔不绝地 传递着他们的见闻 交换着有用的信息 听说昨天天伦山脉发生了大事 整个峡谷变成了一片火海 死伤不计其数 好像是昆仑正宗和冲虚冠的人 和天舞院打起来 后来 金莲高手以一笛万 打得昏天暗地 那些远远观看的 说是看花了眼 什么都看不清楚 也不知道谁胜谁负 金莲 一族人胆子不小啊 在我们的地盘撒野 岂不是被院长 摁在地上爆水 坐在中间 一名男子叹息道 哎 院长只怕 凶多技少啊 众人看向那名男子 什么意思 因为那名金莲修行者 就喜欢拍死这样的高手 至今为之 从未失手 瞎吹吧你 我朋友就在远处观看 你们猜 看到了什么 什么 黑莲千姐婆娑 横空出世 将那金莲直接掐死了 所有修行者都倒霉了 说不定 我们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了 黑莲降世了 切 你比他还能瞎吹 但不管流言如何传 天伦山脉崩塌已成事实 关内天舞院于晨书 莫不言 简庭中三大高手的命石熄灭 也成事实 大唐修行界开始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 云山 鹿州睁开眼睛时 非凡之力恢复了三分之一 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便令人将聂清云请了过来 聂清云一听陆前辈回来了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陆前辈 您去了天伦山脉 一进殿中 聂清云便急忙问道 鹿州也不否认 点了下头 你听到了风声 这才一夜加半天过去 消息就传这么快了 这是上了微博了 还是上了抖音了 的确都在传 说是黑莲将士灾难要来了 我还以为 聂清云没好意思继续说下去 陆州也懒得跟他解释了 剩下的他早晚都会知道 云山可有开启命格的古籍 这 聂清云露出尴尬之色 有 应该是有 但很有限 不过 陛下好像对这个很了解 陆前辈可以问他 李云征曾说过他博览群书 宫中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看书了 皇宫可不比民间 能有这些古籍也很正常 让他过来 好 聂清云转身去了主峰 将李云征带到了第三峰片殿中 李云征有些疑惑 看到陆州便道 师公 坐 陆州指了指对面 李云征坐在了对面 陆州朝着聂清云看了一眼 聂清云非常实趣地退出了偏点 陆州抚须问他 你自诩博览群书 可指命格 我的确看过关于命格的不少书籍 只是为他入修行 实在是不太明白 正好借此机会向师公请教 说吧 古籍上开启命格的方式基本一致 是将命格兽的生命之心 嵌入连坐命格的位置 命格之心独有的棱角 会将连坐分割出命格 命格将生命之心的寿命吸收 即可完成命格的开启 只不过 我很是好奇的是 那些人是怎么选拟位置的 老夫比你还疑惑好不好 第九百八十九章 陆州不动声色 面色从容 连针文武格 石中隐喻格 月圣沧海格 每个命格都有其特定名称 李云正一听 当即露出惊喜之色 急吼吼道 师公果然薄絮独裁 连针文武我看到过 后面两字没听过 事公是什么意思啊 带你踏入修行 你师父自会教你 老夫且问你 一人最多可开多少命格 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 李云正也不解 不同的古籍给出的答案都不同 有的说修行者最多开六格 也有的说最多开八格 还有古籍记载 能开十二格 难道还能不一样 古籍也有不准之处 无需大惊小怪 师公说得对 每个命格都有名字 可惜我看到古籍里边 记载得很有限 将你知道的说来听听 李云正点了下头 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 陆周对命格的记载 有了初步的了解 当然 这些都是源自李云正的口述 准确与否 还需要自己判断 没有一处古籍记载 修行者可以开三十六命格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命格就在连坐中间 命宫的位置整齐排序 至于命盘 应该是命格达到一定数量以后 才会开启的一种能力吧 命盘则会提供法身星盘额外的力量 说完以后 李云正一点也不累 甚至还很兴奋 时光 我听人说 您早已经开启了命格 我 我能不能 不能 你看书太过博杂 不够专一 修行还未踏入 过早接触 遥不可及的东西 只会挫败你的私信心 哦 李云正露出了失落之色 陆周见他一脸求之若渴的模样 你刚才所言的古籍 改日整理好 老夫有空 自会抽看 李云正点了下头 你所言的命格记载 有些地方不太准确 譬如修行者最多可开启的命格数 李云在十二格以上 真的假的 老夫不确定具体能开多少 但一定多于十二命格 所谓命格 李云在连坐之中 命盘在命宫之中 命格则按照命盘的规则有序排列 每一个命格都会赋予修行者不同的能力 防御类命格则会大幅度提升防御力 攻击类命格则会大幅度提升攻击力 所有命格基本如此 你可明白 明白 徒孙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讲 师公 您打得过于尘书吗 李云正睁大眼睛 充满好奇的问道 这一幕像极了术士未深的小丫头小渊儿 时过境迁 小渊儿早已不是当初的小渊儿了 帝王却还未脱置气 他已死在老夫的掌下 李云正愣住了 脸上露出不相信的神色 您老要面子正常 我耳吹吹牛能理解 你不信 信 我信 就在二人聊到正憨的时候 聂青云出现在殿外 陆前辈 我找到了一些关于命格的古籍 俊磊 聂青云将几本古籍放在陆周面前 恭恭敬敬说 我令弟子翻箱倒柜 才找到这几本 可不好找 嗯 很好 陆周满意点头 李云正看了几眼 都是我跟师公说过的 这本命格秘法 一半都是废话 这本命格述说啊 半天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就这本说的还像那么回事 说够了 陆周目不转睛地盯着李云正 李云正露出尴尬之色 恍然意识到 自己这是班门弄斧了 若无其他事 都下去吧 是 聂青云和李云正离开了偏殿 这些古籍 陆周自然要看 修行之事不可马虎 李云正毕竟年少 很多信息再次进行转述 也许会出现纰漏 于是 陆周又花了半个时辰 将两本书大致看了下 除了和李云正说的重复的地方 书中对命格的阐述 似乎更完整一些 命格的排序并非固定 选择时 最好根据生命之心的属性来定 命格分三类 天地人三大类 连真文武格文武双全 命格之心均可嵌入 七杀朝斗阁 命攻七杀 最好嵌入进攻型命格之心 书上总共记录了六种命格 以及六种命格可嵌入的生命之心 种类都大致了解了下 信息的确非常有限 陆周取出那块布料 发现书中记载的六种命格 在布料上果然都有 难道三十六种命格 是最全的命格图样 不管怎么说 陆周明确了一点 命格受的生命之心 也叫命格之心 可以嵌入连坐 若是不嵌入合适的命格之心 则无法获得相应的能力 陆周放下书籍 看着面前的命格星盘图 单掌一翻 十页百节动明法身 出现在眼前 他将法身尽量扩大 连坐像是一张圆形桌子似的 摆在眼前 十片金叶围绕桌子 他看向连坐的中间 中间就是光秃秃的金色区域 什么都没有 陆周想 若是连坐生命格 命宫命盘 那于尚荣今后怎么办 老夫这是害了自己的徒儿啊 如果说于尚荣 侃怜和自己关系不大 是卑鄙无奈的一种选择 那么朱红供 昭月端木生 还有四大长老 这和我脱不了干系啊 看连修行者 只怕是在别的地方没有出现过 为何就金连有 陆周摇了摇头 摒弃了不太愉快的思绪 目光重新落在连坐上 法身朝前 命功摆正 陆周看了一眼命格图 对比了下连坐 取出了容兽的生命之心 连针文物格在这里 深吸一口气 担长一推 命格之心落在了连坐中 多边形的命格在触及连坐时 果真被格出棱角分明的命格区域 就像是多面魔方落入金色的液体之中 连坐旋转 命格之心冒出一道道能量 飞速进入命格之中 连坐再次吸收命格之心的寿命 旋转时 命格像是小型漩涡似的 生机落入漩涡 陆周心中一动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 这就是开启命格啊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 当然 这不意味着开启命格容易 真正难的地方在于 如何寻找命格兽 击败命格兽 获取命格之心 第九百九十章 连坐的旋转速度越来越快 那漩涡产生了微光 命格之心的寿命 被不断地汲取 命格之心开始缩小 如同一颗糖正在融化似的 但是已经隔出来的 命格区域没有变化 一千五百年的寿命 若是我用逆转卡提供寿命 只需用着命格之心 隔出命格 再取出来 是不是可以节省一颗生命之鲜 这只是个想法 眼下也没有足够的逆转卡 第一颗命格 姑且先用了 不知过了多久 命格之心彻底融化在 金光闪闪的连坐中 消失不见 旋转也停止了下来 陆周仔细看向连坐 原先放置命格之心的地方已经填平 但是却出现了一个多边形的图案 时不时亮一下 这也让他想起了陆离的命格 似乎也是这样 不同的是 陆周的是金色命格 金色的命格 成了 陆周疑惑地看着连坐中间出现棱角分明的纹路 开启命格的过程异常顺利 就在陆周疑惑不解的时候 连坐的命盘开始变大 熟悉的嗡鸣共振声响起 法身开始增加高度 陆周连忙驾驭元气 试图控制住他的法身 但那法身膨胀的速度和寄出的速度别无二致 瞬间整座偏电顶开 法身直接达到了二十丈的高度 紧接着 法身继续成长 二十一丈 二十二丈 这巨大的响声吸引了云山弟子的注意 聂青云正陪着李云正来到了云台上 聊天 欣赏景致 声音一响 二人转头看了过去 陆前辈的法身 连坐将整座偏电拆除 陆周粗着眉头看着身前的连坐 按理说在自身的控制下 能量体可以穿过建筑物 而不造成损坏 这突然间膨胀起来 竟有些脱离控制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已经二十三丈了 高度还在持续增加 这应该是法身在不断变强 但不应该脱离控制才对啊 他看向连坐中间 此时的连坐已经有小池塘那么大了 李云正看到这一幕说 嘿 始功都有真好 居然用这种方式 展现命格给我看 聂青云俯视了过去 那就是命格 连坐中间棱角分明的区域 就是命格 看 还会发光 李云正羡慕至极 很多东西都是从古籍中看到的 现实中极少听闻 更无从可见 如今亲眼看见 自是激动不已 来人 聂青云下令 很快便有两名弟子飞了上来 令云山弟子不得靠近第三封 不得打扰陆前辈修行 另外 将正殿打扫一下 是 那些原本很好奇的云山弟子 不得不离得远远的 与此同时 路周专心致志地看着连坐上的变化 没有理会云山弟子 二十四章 他看到那文武阁的团 发出一道光柱 直逼天际 这让路周想起了在天伦峡谷中的一幕 天火门风自合 激活了命格之力也是这样 路周看了一眼远处的樊龙印 收起樊龙印 纵身飞起 来到了法身上方 命格之力没有被连坐吸收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海罗出现在附近 指着那光柱说 师父 拦住他 师父拦住他 他一边指着光柱 一边鼓掌 像是看到了烟花似的 拦住 路周闪烁来到光柱上方 单掌下压 强大的命格之力 令路周心头一惊 还好不是朝着他进攻 只是尝试拦截 这一拦截 那命格之力全部倒灌了回去 旋转进入了连坐之中 法身二十五丈 多边形的命格像是导火线似的 光芒流转了一圈 然后归于平静 路周感觉到法身回归控制 当即收起法身 从空中落下 海罗 你师姐何在 路周走了过来 覆手而立 师姐还在睡觉呢 我听人都听大 就过来看看 这丫头 太懒了 你知道命格之力 好 好像看到过 海罗依旧是懵懂茫然的样子 若真是这样 海罗的身世就更复杂了 红莲戒里 两千年没出现过 开启命格之力的人了 他是如何看到过的呢 路周抚须点头 嗯 下去吧 好好修炼 是 路周转身看了一眼偏殿 奈何偏殿已被损坏 他只得朝着正殿走去 好在正殿已经休息完毕 看到几名弟子正在正殿打扫 他便走了过去 宗主说了 请路前辈入正殿休息 弟子们纷纷攻身 下去吧 是 云山弟子离开了正殿 路周一入正殿 便将法身祭出 除了高度增加了不少 连坐的确扩大了一些 哪怕是微型的法身 路周再次压缩了一下 使之变得和之前一样大小 连坐上 命宫内 命格的纹路清晰可见 只要他稍稍有控制的想法 那命格的纹路便会闪烁光滑 整个法身也变得更有质感 如果说之前的法身是黄金色的 那么现在便有种赤金的厚重感 开了一个命格增加了五丈高度 路里开了五个命格 有四十五丈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五命格的千戒婆娑可不止是四十五丈 当然 这只不过是路周的猜想 也许凝聚千戒婆娑也会增加不少高度 路周再次打开了界面 看到了购买的千戒婆娑 提示终于变了 请问是否使用 之前的限制条件是要开启第一个命格方可使用 那么现在条件达成了 路周不由的心生感慨 这个速度只怕是让人惊叹 他真正跨入十业也没多久 在那之前都是世人误解他是十业 误解他开了命格 但反过来想想 积累这五十万功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虞尘书一个人就让他头疼不已 就算成功杀掉虞尘书 功德值也远远不够 昆仑正宗和冲虚冠的人后续没有参与战斗 如果虞尘书真按照自己设想的那样 没有带人过来 这一场战斗根本不可能积累够五十万 还有陆离的出现 但凡换一个心狠手辣之徒 那五十万功德都可能会浪费出去 到了千戒婆娑的修行者 多少都会有些保命手段 这也就意味着致命一击的价值正在大幅度削减 陆舟抬起头看了一下正殿 凝聚千戒婆娑该不会连正殿也拆了吧 拆就拆了 正事要紧 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